雷神山院长宣布,新冠肺炎爆发期即将结束,我们马上要赢了。 就在刚刚,雷神山院长王兴环面对央视采访时,爆出了让14亿国人无比振奋的消息。 武汉终于吹响全面反攻的号角,这场保护战,我们要赢了。 之所以这样说,是有充分证据的。 目前,武汉确诊病例进一步下降,出院患者高达1324例,出院人数连续4天超过1000人,全国总出院人数突破万人。 全国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也都在大幅减少,已经实现连续13连降。 这一个一个数字,都在预示着武汉保卫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,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。 放眼世界,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像中国这样可怕的基建能力和强大的掌控力。 我们用实际行动彻底粉碎了某些国家想要孤立我们,封锁我们的阴谋。 那些想利用疫情趁火打劫的国家们,不好意思,让你们失望了。 中华民族经历这场武汉保卫战将会展示出更加强大的力量。 尽管在胜利的背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仅医护人员就有1500多人被感染。 几名国保院士专家也在这场病毒疫情当中不幸遇难。 但希望这些战斗英雄的牺牲能让我们铭记这场病毒带来的教训,以后再也不会重犯错误。 天有中华,武汉必胜。 老铁们,请行动起来,把这个好消息转发到您所加入的所有微信。